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日总结这个环节 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嘉宾 有来自要财政卷的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伟豪先生 Rafi 你好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内地股市收市的表现 见到内地三大指数 今天都是高收 上证总和指数升8点 收报2359点 日中高位见过2369点 互深300今天升10点 收报2580点 最高见过2593点 而深圳城市升36点 收报1043点 最高见过10116点 三大指数今天的升幅是介乎0.35%至0.39% 再跟大家跟进港股收市的表现 恒生指数今天升367点 收报20695点 成交额方面今天有618亿多 国企指数升273点 收报10938点 再跟进期指方面的走势 最新升327点 高水15点 去到20710点 而成交量今天有7万4千多张 暂时在一刻 我们再跟大家跟进一种主要蓝筹股收市的表现 汇丰控股今天升超过2% 去到67.9% 中移动升7号 报84.75% 中行方面升9仙 报3.27% 公刊升1.6% 报5.21% 建刊升1.5% 报6.21% 港交所方面升2.4% 报131.4% 新红基地产升7.5% 报95.95% 长实升2.95% 报100元 中人香港升1.5% 报22.6% 国寿升3.5% 报20.05元 中海油方面升4.2% 报15.82% 中石化升4仙 报8.31% 中国旅业升1.5% 报3.79% 中国海外升3.8% 报16.22% 腾讯今天升3.6% 报226.2% Ravi 都想跟你先去谈谈 就是今天大市方面的走势 看到港股今天做得相当不错 也连续升了两天 都问回你的意见 好像说港股的势头 看到它连续升了两天 算不算是存定了呢 而投资者在现在这个水位 是可不可以吸纳呢 开始 我觉得市的确有力 再向上挑战多一阵 就是为止的 因为就是这样说的 的确近看很多的 比如俄欧方面 美国好 内地好 甚至欧商好 的确都有不同程度的 一个叫舒容在 美国当然为止 大家都不用担心了 更何况现在在炒QE的一个因素 变相来说 有利于港股的表现 另一边相说 欧洲的 三个地方 最令大家稍微 这一刻为止 有点担心的因素 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情况 但始终到这一刻为止 已经定立了很多的 上次方案 甚至也都憧憬着 欧英网有机会买炸的救市 事件上来说 也都未绝对太后面 这两点 已经令到港股 在这些位置 有了不错的支持 而最后一点 内地方面 就是今天出的GDP数字 比较不理想 但是不断 今早又好 或者眼前都说过 其实这些是过去的数字 特别是一、二月份 拖下来的 但是三月开始 或者看到很多前瞻性的数字 都意味着内地 未来有机会做好一点 所以变相来说 不算太差 所以三个因素加起来之下 都真的令到我觉得 港股方面 有力短线的看 都有力挑战多一阵的水威 但主要是短线看什么位置 其实整个手细图看的话 都会说过 由低位二万点左右 其实回到今天 二万六百七十几点 这位置 七、八点左右 变相都上回 大概七、八点 那么多了 所以未来 短线再上的空间 可能真的有限 暂时看回 大概五十天线 二万一千点 做回目标 但下面反而重要一点 我觉得有机会 只要历史二万点流上的时候 变相不算太差 暂时二万一千点 五十天才做回目标 谢谢你 Rafi 再跟大家跟进一下 内银今天收市的表现 感受见到建行 今天升了一毫半 报六个二毫一 公行升了一毫六 报五个二毫一 中行方面升了九仙 报三个二毫七 农行升了两毫 报三个五毫六 交通银行升了一毫半 报五个九毫三 招商银行升了五毫六 报十六个四 中信银行升了两毫八 报四个八毫半 民生银行今天升了八仙 报七个五毫六 重农行升了两毫一 报四个一毫三 内银股今天全线上升 表现相当不错 内地公布了 三月份内地金融机构 新增人民币贷款 突破了一万亿 远超出市场预期 推动了一种内银股 今天有个升幅 问回你的意见 你觉得未来短期内 内银有机会再向上推 短期内 我觉得内银有机会炒多一阵 因为不断说 之前的负面因素 有机会在现价和反映 所谓的负面因素 业绩来说 特别是第四季 去年来说 做得比较差 再加上集资的忧虑 这些变相来说 大家都一早知道了 甚至在股价上跌跌了 所以见到这几天来说 就算是撇除新增贷款这个数字也好 其实见到内银好几天都是 在这些现水平的低位 要徘徊了比较久 再加上昨天 收市之后 出了新增贷款数字 也都远超市场预期为之好 现在预期可能大概八千亿到九千亿左右 已经是最准的了 但出来竟然超过一万亿的时候 变相后见到 大约三月份开始 虽然中间隔着了很多其他因素 例如内地楼市的小阳春等等 变相来到数字上真是增大了 但大家对这方面的看法 相对依然看得比较乐观点 甚至觉得 离仍四月份打后 也有望保持到这个几不错的一个细架在这里 所以整体来说 对来人股的表现 应该是有点支持的 我觉得短线来说 有力再上多一层 中线来看 股值上当然是吸引的 不断地说的 但也不排除了 设定完这层之后 又会少少的做整固 如果以个安全点的考虑计 或者以中线来做投资的话 其实我觉得等它升回这一层 回落来那一刻 去到买相当是比较最适合的时间 但以短线角度操作的话 现在都仍可笑着去试 谢谢你 Rafi 看完内银 又想和大家看看内房 内房股今天的表现是怎样 就见到中国海外 今天是升了三毫八仙 报16个二毫二 华院置地是升了七毫八 报15元 碧桂园升了两毫 报3个四毫一 世贸房地产升了两毫六 报9个五毫九 富力地产升了一毫四 报10个三 雅居乐方面 见到今天是升了两毫八 报10元08仙 合景泰富升了两毫一 报5元 阮阳地产升了一毫九 报3个九毫七 恒大地产升了一毫半 报4个六毫八 月秀地产今天是升了两仙 去到1个六毫七 见到一众的内房股 今天表现相当不错 也是全线上升 看回 见到今天有些资料 就是出来了 国家统计局 也是出来说 见到第一季度 今年第一季度 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实际增长 有超过20.7% 见到内房今天表现相当不错 未来内房的走势你怎样看 内房我觉得短线有力再上升 正如刚才Nisa说的数字之外 见到近期整个内地的楼市都轻软了 特别是大学三月份 也有跟随香港楼市之后 有个小阳春 当中来说 价格还在下跌 但成交量好不容易回升了 变成很多家内房 其实三月份的销售数字来看 都是非常理想的 所以这些来说 是实际支持到内房抽益上来的 更何况来说 另一篇相说 从银行方面的角度看 亦放宽了很多之前的限制度 正正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手务房优惠 亦很多看到到八五折、八折等等都有 所以变上来说 这些亦会吸引到买家的入市 亦都降低入市的门栏、成本等等 所以全部来说 加上 到这一维之计 都令到内房整体的基本因素上看 短线有少少转好 所以令到股价来说 其实这一阵都会炒上来的 我觉得有跟进 但是刚才这些 当然可以继续持续 短线有力炒到一阵少少 但是中长线看 不断都是这样说的 其实说了很多次 暂时也不是最适当的时机 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些因素是比较短线的 但实际基本上 从长线看 限购、存货等等这些因素 甚至是负债三方面 都是没有太大改变的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现水平计 内房 虽然自己本身都推介了两个 或者觉得看得比较理想 但是暂时都是以短线的操作为主 中长线看 我觉得是等它回回来 到第二季后段开始 才慢慢考虑会好些 谢谢你的Rafi 我们这一节时间又差不多了 麻烦一下Rafi申报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一支是有持有道的 没有 谢谢你的Rafi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完结了 我们下周一同样时间9点15分 会再和大家见面 再和大家跟进一下 恒生指数今天升了373点 收报在207801点 成交额方面有610几亿 国企指数升了272点 收报在10936点 其子方面暂时升306点 去到20689点 低碎12点 我们这次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一周总结的环节 稍后见